在天生我有才环节呢 我们的江红梅 想邀请我们的企业家 到台上来 和她共同完成一项跳舞 来 我们邀请何文到台上来 和江红梅 共同来跳一支舞 不是 再邀请一位吧 两位好像跳动舞一样的 都是正义一派的传人 后面那现在穿的 那个裤子兜里 对 摸到了吗 你看 她就很周到 对 这就是她的能力 所以她真的适合当店长 可以的 很适合当店长 我这个舞也是临时学的 昨天晚上那个突然学的 你需要几个人吗 人越多越好呀 江红梅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我认为跳舞在台上最好的展示 既展示你 也展示我们的企业家 我认为是一对一的 至于有人给你留灯 要不要邀请她 那是我来做决定的事情 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 你在教我做事咯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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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社会大学的人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 如果你跳得好 我们再邀请潮西 再邀请更多的企业家 都没问题 好吧 不好意思 我觉得重点不再忘不忘动作 重点是你在浪费大好的机会 因为你这个跳舞跟你做策划 跟你做销售有什么关系 没有 我就是想活跃下气氛 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提问 和你抛的绣球 我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到 因为你在这个场上唯一 你最近的经历就是跟我匹配 你做了四年的定制旅游师 那么你觉得你最擅长的领域是什么 旅游擅长的领域就是 不就是 我就是领队啊 你还是就属于那种野玩 就大家觉得 对 就是那种 说到这里我还想再提醒你 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很多东西都是他人的原因 他人的原因 我觉得这时候 我自己也有原因 要向内心去找寻自己 对 成为今天这个舞台上 也许都会灭灯 但是要回去要反思自己的原因在哪里 我接受 但是老师们说我什么太油啊 社会气啊 我不认同 我可能是您说的 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的 我接触社会走 但是我不是个油的人 我很真诚的一个人 我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和目的性 所以我不会把利益看得很重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 社会大学也可以成就你 但这个社会大学是与时俱进 与时代同步的 所以站在这里 社会大学的过去没有错 因为每个人可能成长路径里 都可能没有上过很好的学校职场的训练 社会大学成就出来 但社会大学里走出了很多优秀的人 为什么他们学习与时代同步 那么在第二环节到这里呢 台上还有三位企业家为你留灯 请出他们三位做出选择 好 都灭掉了灯 很遗憾 有的时候啊 可能你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 没有达到你的意料之中 但可能换一个天地 你会表现得比今天 好上几十倍 上百倍 好吗 好 再次感谢你来到《非你莫属》 谢谢红梅 谢谢 谢谢